今天的記者會呢,其實應該是感覺上是很輕鬆 為什麼呢?因為他不是一個政治人 也不是一個哪個黨啊,然後要召開的記者會 我把它拿下來 今天的記者會其實就是一個很粗顯的市民 這個市民可能一直很擔心這個飛彈會不會打下來 很擔心說我寫過的論文 是不是會被查說到底是不是真的我寫的 甚至於很擔心說我的女兒到底以後長大找不找人到工作 會不會北漂等等等等相關的議題 這個市民叫劉家榮一直擔心的一些 不管是國家大事或者是市民小事 我都一直在想怎麼解決 我想個人的智慧絕對不會比大多人 眾人的智慧還要厲害 所以就會有今天的這個市政監督聯盟的發想 阿榮呢,是個律師 我做了22年 阿榮本身來就是個高雄市民 高雄小孩,高雄大胆 一度有兩年陪漂 後來是因為爸爸媽媽的身體比較早一點不舒服 所以要我回來我就回來高雄 所以到現在為止我沒有留在北部是這樣子的 那順利的考上律師 所以在這個地方職業 做了22年的律師 還可以顧不得 所以我都沒有去北溫 但是呢,在這20多年來看到 從工業城市的高雄 然後慢慢轉變到現在 我感覺是越來越落寞 很多的問題好像一直都一直喊沒解決 我就舉個例子好了 奇蹟的過港隧道的沿用 到現在喊了這麼久了 那解放在哪裡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不知道 我可以去問知道的人 我可以去找懂的人 好,這就是阿榮認為說 今天市政府的高手不解決 甚至我都認為他們不是高手 民間應該會有高手 來解決所有的問題 這就是市政監督聯盟 一開始發想的精髓 一開始說問題要怎麼解決 想要解決問題 第二個就是大家可能也了解了 阿榮今年底要來選市議員 阿榮就在想 怎麼樣當個市議員 市議員的職責要做什麼 我在邊想的時候 就邊看到一些看板 為什麼有一些市長的參選人 跟一些市議員的參選人 他的看板是掛在一起的 他不是本來就應該是 未來都選上了的話 就是A監督B嗎 市議員就是要來監督市長的嗎 那現在核掛是什麼狀況 怎麼會核掛看板呢 你是不是告訴民眾說 你一起選我們這一組市長跟市議員 然後呢我就一定不會去監督他 因為我們只是同黨 民眾願意背書嗎 民眾有真的想清楚嗎 市議員要做什麼 市長要做什麼 大家真的知道所謂的 口號神聖的一票 投的是投什麼嗎 這就是阿榮對於 這個市政監督聯盟 所要呼籲的第一個議題 市政監督聯盟是什麼 全民參政 全民監督 權力在哪裡 權力在人民 好我就舉個例子好了 11月26號開票出來阿榮落選了 阿榮落選了 沒有選上市議員 阿榮難道就不能監督市政嗎 我還是高雄市民耶 我選出來的 我選出來 我當然投我自己啦 我沒選 我沒投的那四個當選的市議員 或者是 已經選出來六十幾個市議員 難道我不能去說 我才是做主的 你應該監督什麼嗎 好像可以吧 但是事實上可以嗎 阿榮今天是個市民 要要求說我自己對於市政監督聯盟 開個記者會 中時有沒有來 自由有沒有來 重大媒體有沒有來 都沒來 因為知道阿榮可能要直播 他在網路上看就可以了 事實上不然 我們的媒體的權等 相關資源也是被政治人 甚至政黨給霸吃了 而只要有政黨 而只要有政治人 恐怕他們都會為了自己的利益 說多少少會犧牲掉民眾的利益 什麼時候真的可以看到民眾的利益 這就是市政監督聯盟 所要發起發想的目的 我們希望在這個聯盟 只要認同任何一個議題 想要討論想要解決都來參加這個聯盟 這個聯盟只有一個設限 什麼設限呢 實名制 我叫劉佳龍 我進來的帳號就是劉佳龍 劉佳龍發言說林志堅論文是假的 我就要負責 我是劉佳龍 所以我不能另外一個帳號去講說 台大本身來講又變中共同路了 大家有沒有發現網路世界有一個問題 它的訊息很快 但是它躲在鍵盤後面不用負責 我要發起這樣子的這個聯盟 我第一個困難點就是 會不會有造成網軍也是繼續在查完 這個聯盟有什麼用的 我希望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要解決的是實名制 第二個我們希望說 難道都是我們這種五六十歲啊 這個應該五六十差不多啦 好啦四十幾的 好 政治或者解決問題是我們五六十歲才能解決的嗎 七八十歲不能解決嗎 哦 你聽說七八十歲 這個智慧比我們深耶 十八歲能不能解決 十六歲能不能解決 搞不好他們設事衛生想出來解決方式是明確有利啊 以透過網路來運作的相關的這種 全民市政監督聯盟的情況 就是達到全民監督全民參政只要實名就進來討論 討論的情況的解方 是不是一定有解方 沒解方就讓大家繼續來討論 可以找到解方為止 因為阿倫看到一個情況 每天大家拿起來現在這樣看新聞 但是大家都會看網路 網路的一些新聞 撲出來 那個新聞撲的那個話題 有當時的媒體的標題三人 還沒看一遍就覺得怪怪了 再來看會不會留言 台東都是在批評 很少去想說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換句話說 我希望我們台灣多一點正向能量 我希望我們台灣能夠用理性思辨 討論解決的方式 來跟民眾跟民眾之間溝通 我們要告訴任何的政黨 包括台灣民眾黨 我們要告訴任何的政治人物 包括那些現在到底是高官後路 兩年的政務官就可以領18%的 不要忘記了你們的錢從哪裡領的 從我們的口袋的納稅前領的 所以你們有權力跟義務要來解決我們的問題 然後你不解決我們民眾透過全民監督聯盟 監督市政 我們提出來解決的答案給你 請你們去想清楚 這樣子的方式 可以嗎 做不到告訴我為什麼做不到 我繼續研究 如果做得到的話 就請你照做 我們要真正把人民的權力拿回來 這個就是發想 我拋鑽引預先講第一波 現在強調的是民主 但是一直沒有感受到人民真的能夠做主 就是說他人民的聲音 他是要聽 還是他就是好像似乎有聽 但其實又卻沒有聽 其實我們在整個這些人民老百姓的生活當中 是很灰心的 我做個比例 我常常發現 有很多的政治人物 他們在每做一件事情 他們在乎的只是剛有聽到 有拍到 好 那但是商業人就不是這樣子 商業人是 他不好好的做 不把所有的缺失修正 他公司可能會倒 他的客戶可能會流失 那所以 其實在政府也聘請了許多的顧問 但是問題這些顧問都是跟政府 基本上都是有非常友好的關係 所以他只聽到的只是一個片面的聲音 他完全聽不到這些我們平民老百姓的聲音 他沒有辦法去體會到有很多人 他每一個月他可能連水 水單 電單 的這些費用 他都在籌措 孩子的學費 有許多人民老百姓的聲音 他們沒有辦法聽見 所以我們真的很渴望有一個 是以可望聽見人民聲音為導向的一個平台 能夠被建立起來 而不是偽民主 而不是偽平台 而不是偽真的來讓人民做主 但實質上並不是 是一個作秀 是一個操作 所以我們非常樂觀其成 雖然好像在現在台灣的一言堂的時代當中 是不容易的 但我們相信你不以腳印 一定會看到成果 謝謝